回到新闻现场带您看您觉得您的退休金要准备多少才够用呢 台北市立大学市政管理学院就针对银法族的最新民调曝光 有41%点走的年长者认为退休金准备不足 不过呢讲到未来三到五年的经济有四成一都是看好 一起踏步健身银法族退休后近有超过八成 认为台湾贫富不均相当严重 但有四成一是看好未来三到五年的经济发展 整个世界局势看起来应该是会好 因为台湾都回来了 有那个能量一直在持平 但是看不住它会浮上 离开职场少了薪资收入 有41.9%银法族觉得自己准备的退休金不够用 一次领清退休金的族群 两阵三认为499万以下够用 但23.7%觉得得有500到999万 而领月退的一群认为499万以下够用比例较高 有超过四成 在每个月的月领 那可以得到他老年生活的一个保障的话 他是比较可以安心的 所以我们比较倾向于就是说 透过这样一个调查呢 那政府怎么样子来照顾 齐聚照顾得有人帮忙 39.2%银法族对政府强照政策有信心 但也有3成8没信心 0到6岁这个部分政府来照顾 可是80岁以上的老人谁来照顾 热门的TRX也能做 将近八成银法族有固定运动习惯 一个星期平均运动4.3次 期待就是说在很多的公园 或者在很多的学校 那在运动设施的设备上呢 有针对老人来提供 全国超过65岁以上长者 5年就激增了14万 北师大市政管理学院最新调查 不仅了解了民意方向 更为施政提供参考 东森财经新闻 刘企和坤源台北采访报道